清净善知识 念念靠在法上 使我们能够从随夜流转中出离 学佛是智慧行 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但要知其人 还要知其所以人 对于佛法的道理 必须了然于心 这念心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把这些搞通了 就会知道 为什么修行 每个人都在讲修 有的人他们断食三个月 说他们不倒单 闭黑关 可是最后 我们会发现到 境界来的时候 那么一样是倒的 所以重点就是在 你的方法 你有没有抓对 你有没有戳中要害 没有戳中要害 你所做的一切 还不如你先坐下来 好好思考一下 我该怎么修 那如果没有戳中要害 你奔跑 只会离原来的 要去的地方更远 所以不如坐下来 好好地思考一下 重新下手 从真正的根本的 这个诀窍来下手 诀窍没有 就是要求师 访到 寻师访到 就只为了那么几句话 只为了点开你 所以画龙点睛 当我们把龙给画好了 这一切的努力 最后要等着明师 帮你把这个眼睛给打亮 打亮之后 龙就飞起来了 所以善知识的参访 非常重要 亲近善知识非常重要 可以少走非常多的冤枉路 我们希望能够快快修行 快快到 而不是快快修行 慢慢到 所以不要瞎忙 必须要得到诀窍 必须要明师的这个点化 亲父善者 如物路中行 虽不失衣 时时有润 清静善知识 念念靠在佛法上 即能转世成智 转染污成清静 让我们从随夜流转中出离 得到真正的自在 十方新闻记者 那已经容台北采访报道